就來到 1992 年 Paper 2 第 31 題 這條題目就給了三點來 首先將這三點按比例 和按實際的位置去畫在平面上 但其實實際操作這三點 你怎樣畫法呢 都其實不太有關係 都可以計算到 但這裏為了方便同學容易明白 我就畫相應的位置出來 然後它就說這三點 原來分別是一個圓圓的三條邊的 midpoint 我們就要畫那個圓圓出來 當然都要 好,這裏都大概離開這位置 我這裏畫了一條邊 這點是 midpoint 然後這樣下來 這點就是這條邊的 midpoint 好,最後連回它 那就會有這樣 我們現在想計算 這個叫D,E,F 的 coordinates 它就給了 A,B,C 這三點來的 那我們怎樣去計算呢 其實呢 我們首先把這間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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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그런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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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toch 這個是源於 midpoint theorem 好了,這樣配合 接著另一方面 我又連起這個CB 要留意 C和B分別是DF和EF的 midpoint 或者我調轉了 B是DF midpoint C是EF midpoint 根據 midpoint theorem 這兩條邊 DA和BC又會配合 這裏就有一個parallelogram 我們parallelogram有一招 就是DC的 midpoint 其實是AB的 midpoint 即是說3加2除2 就等於這個D 我叫做S1Y1 即是說S1加4除2 就等於3加2除2 所以S1就會算是1 然後Y1也是這樣計 Y1加2除2 就會等於4加0除2 就會算到Y1是2 所以原來這點D 就叫1,2 E和F 其實它的計法都是類似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又把AB連起來 如果我把AB連起來 A和B分別是DE和DF的 midpoint 這是F 那 midpoint theorem 這裏就告訴我們 A dot是會和EF parallel 所以原來 A,B,C,E是一個parallel 我們用parallel的招數 就應該會計到E 那這裏也和大家寫 假設這個叫做S2Y2 這個是S3Y3 那跟大家去計算這個S2 S2加2除2 就會等於3加4除2 所以S2就是5 所以S2就是5 然後Y2加0除2 就會等於4加2除2 所以Y2就是6 所以這點原來是5,6 好,最後去看F 那麼這個F就會是 叫做 這裏我們有另一個parallelogram 就會是 這個叫做 看看先 叫做F B A C 這個都是parallelogram 這兩條parallel 這兩條parallel 所以這兩個的midpoint A和F就會是B和C的midpoint 兩個colline S3加3 除2 就會等於2加4除2 因爲這兩條parallelogram 都是他的midpoint的x coordinate 我們就會計算S3是3 然後Y3加4除2 就會等於0加2除2 所以Y3就會是-2 所以這點其實是3-2 那我看回 這裏有三點 這三點裏面其實只有1、2 是符合那個choice 那就是答案是E 所以答案是E 其實我一開始計算完這點 已經可以圈到E 不過我再做詳細一點給大家看